我送他已经太多了 房子呢 房子到 我房子有没这个能力送的 对不对 但是有送他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那徐新阳呢 很节俭 所以他说 不要用花太多的钱在这个花艺上面 大概有两三百 其实我请的没有太多了 那因为像方方方还有瓜哥 都是我应该讲就是我转入主持的 应该讲两个提醒我的 郑国陈也会来 像熊熊啊 瑶瑶啊 反正跟我节目有合作的 我大概都有邀请 我其实我就一百零一首歌了 而且上一次也帮我女儿唱过了 而且 有首歌那其实蛮有意义的 那时候呢我就为我女儿献唱了 那个叫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那是很老的一个歌啦 他歌词意义非常非常好 这个婚宴的嘉宾有确定会来的 你有哪个打他 其实我请的没有太多啦 那因为像方方方还有瓜哥 都是我应该讲就是我转入主持的 应该讲两个提醒我的 那还有还有找的一些艺人都是跟我有合作过的艺人 郑国陈也会来 对 还有什么 像熊熊啊 瑶瑶啊 反正跟我节目有合作的 我大概都有邀请 总共是三十六桌 三十六桌 艺人有两桌 艺人大概 连徐欣仰的大概三四桌吧 他都亲密 对 大家都有我的朋友 有大咖的商绩的老板 我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你帮我介绍 哈哈哈哈 我没有帮郭董 要是郭董听到我的呼喊 可以来这边坐一坐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们要送 徐欣仰的什么礼物 我送他已经太多了 房子吗 没有 房子都 我房子也没这个能力送的 对不对 但是有送他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哈哈哈哈 哪个是跟这些 什么样的互费用的包包 可以用的 基本上我 我当然要做近夫妻一点责任 那他们能够自己cover的 那他们自己cover的 那爸爸做不到的 那也只有他们自己想办法 不会啦 我当然还是会帮他们很多啦 应该的嘛 其实上次我女儿办的 其实费用最高还是花 跟这个餐点 因为上次我女儿的花 花得非常非常多 那徐欣仰呢 很节俭 所以他说 不要用花太多的钱 在这个花意上面 那大概多少 也大概两三百 我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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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